塞雷明山除了豆油和米芋花 也還有麻糬 其中有一間做麻糬的店家 已經是有50幾年歷史了 從本人廖菜族今年75歲 大家都叫她麻糬阿嬤 有不少少幾隻都是吃她做的麻糬大餐 因為用料很簡單 糖粉也是自己親手手做的 但是有這麼多少幾隻一年來 就是要吃這種簡單的醋味 老闆當作吃了之後 三人的就把麻糬包好洗 用心又體能實在 讓她的麻糬賣了50幾年 又很多人要吃 她這家麻糬真的是很好吃 因為台灣我吃過很多家的 都沒有她家的好吃 她家的材料都是真材實料 他們Q又好吃又嫩很好吃 我也是從小吃她的麻糬長大了 那她的麻糬跟外面的不一樣 她比較Q又很香 有那個米的香 好吃的麻糬是由75歲 阿嬤手中團下來 少年時為了家庭 才做麻糬出來賣 想不到女子出這麼多 市長的顧客 問她做麻糬的祕訪 她這樣說 我們賣的東西都是真材實料 我們做人要成熟 不能為了賺錢 亂加防腐劑、糖丹 好吃的東西讓她才有自信 賣了十幾年都不怕人的不介意 現在的嘴巴很厲害 你如果不好吃就淘汰了 現在這間店已經漸漸讓她一台吃手 第二台的老闆 十幾歲就開始熬麻糬 她不只團成媽媽的好處 也真加新的吃法 這個就是有包的 它的口感會更好吃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畢竟沒有防腐劑、沒有添加物 所以它不能放很久 後來我們就是用DIY的方式 去讓客戶可以放比較久 這個DIY就是說讓自己去享受 用沾甚至自己包的那種感覺 不然沒洗劑的麻糬 有這麼多老祖狗的餅飾 不是沒玩音 雖然新鮮現在不能放很久 但是這就是阿嬤所堅持的 天然的好滋味 記者 鄭怡婷 蔡宏博德